文快在封太平洋战争中,美军一共抓错了7万名日本俘虏,不包括日本投降后成建制投降的日军,但包括朝鲜及日军和劳工,这个数字很不容易。 14年抗战中,中国战场上国共双方,共抓获日军俘虏不足1万人。图,太平洋战争中的日军俘虏当然,这么多日本俘虏绝大多数,是战争后期抓到的,和日军屡屡战败的士气减弱,兵源的逐渐低下有关系。 而在太平洋战争初期,美军抓获的日军战俘很少,平均没打死100名日本兵,才能俘虏一名战俘。 图,太平洋战争中的日军俘虏战争中,美军很想经过日本俘虏之口取得情报,那么,如何软化一部投降著称的日本士兵? 1943年7月,美军陆军情报公报中,日军俘虏的特别专题中,剖析了一个话题,日本兵会屈服吗?最终的结论是,美军已俘虏了数百名日本战俘。 他们在长期,而绝望的反抗中得不到补给,开始发生动摇和疑问,他们对屈服会明确地说是,图,太平洋战争中的日军俘虏美国人。 软化日军俘虏的方法有几条,第一,心理战,美军从日本士兵的角度出发,告诉他们战败,是因为直属长官和上级指挥官的无能,士兵们连肚子都施不保,日本已经无法取得战争胜利,为之而自是毫无意义的事。 这种说辞很管用,往往能让日本战俘丧失斗志,换了个人一样驱逐,图,日军俘虏皆,受日籍美军翻译询问第二,优待俘虏,日本兵深信一旦投降,会遭到美国人野蛮折磨屠杀,为此,美军提供给俘虏食物,衣物,卷烟和医疗,打消日本兵的敌意。 事实证明,美军的优待让很多对待与不满的日军俘虏很快就屈服,对美军的救命之恩予以报答,对一切问题之无不答,图,美军医疗日军俘虏第三,给面子,日本士兵不投降是觉得很耻辱,为满足日军死要面子的特点。 在劝详他们的时候,不能靠威胁,要让他们感觉荣誉的休战,比如,在半岛战役中,会日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,干一家保顿,成功劝详了八百个躲在悬崖下的日本兵。 他是这样说的,美军总指挥霍兰史密斯将军,钦佩你们的英勇作战,这样一次光荣而勇敢的军事行动将成为历史,将军向你们保证,你们将被留在舒适的住处,直到战争结束,将军的话是用军人荣誉做保证的,他不愿意再有无谓的流血,图,描绘盖一俘虏大批日军的油画美军。 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总结报告认为,日本士兵绝不是美国眼里的超人,他们胜则欲勇,败则胆怯,并非一切日军都像宣扬里的那样完鸣不化。 当然,也有很多脾气火爆的美军大兵,根本不理睬。 优待俘虏这一套,私下里虐待,枪毙日军俘虏的是旅有花生,他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士,最好的日本人,是死的日本人。 参考资料,美军报告书中的日军与日军。